今天晚上 外服評價最強打野 歡迎收看小明星 哈囉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尚恩 不知道呢我蘭鐸是不是中毒咯 怎麼看起來好像中毒咯 紫色的 呃今天呢我們帶來的是 很久沒玩的蘭鐸 蘭鐸呢是一個很吃手感 操作跟反應的英雄 所以呢玩他需要稍微樂個身 我們前期吃魔龍呢 又把魔龍吃掉 老不了心就掛掉了 之後呢發育了一陣子 現在是巴德 目前我們戰機是010 還沒有開張 還沒開張營業喔 蘭鐸呢最新在外服 被評價為最強的打野 再來呢是圖倫跟納克羅斯 以台服來說呢我覺得 納克跟圖倫貌似強一點 這邊呢我們利用我們小精靈 解決了敵方的 拉維爾 整個遊戲的前中級呢 拉維爾是打不過我們的 只有到了大後期滿壯的時候呢 拉維爾就比較有優勢 不過呢如果我們可以貼近他 比如用二技能來靠近他 能夠近身作戰的話呢 我們還是比較強 拉維爾呢就是手稍微的短一點 以射手來說 所以呢到了大後期不太OK 不過呢如果單純說前期 拉維爾呢完全是 前期最強英雄之一 像我們剛剛這樣拆塔呢 基本上單挑是沒哪個英雄 可以打贏我們的 所以我們可以很任性的去拆塔 拿地圖物件 喔來了個很陰險的猴子 芽芽呢救了我們一命喔 幸好芽芽血量夠低 所以猴子的設定呢就優先拆 優先敲芽芽 而這邊呢發生了個故障 敵方兩隻殘血都跑掉了 看來呢傷害有點酸錯了 有可能是我們前面有點窮的關係 主要是呢我們普攻被吃掉了唷 拉維爾呢普攻跟按技能的話 很適合你的操作手感 還有呢他攻速也不一樣 當然呢以我們的裝備跟出裝 不同的攻速呢有不同的手感 反正呢 那沒關係喔雖然掉了兩個人頭 這邊我們不就爭取回來了嗎 結果他們蘭鐸還是要倒下 封建一下敵方的 猴子 猴子一樣呢 艾莉也一樣 沒買出裝備之前呢 他們是完全打不過我們的 而蘭鐸呢不需要太多的裝備喔 前期呢有野弓 有魔防鞋 有聖劍 就超級強了 如果敵方很硬打不動的話呢 再買個龍骨劍 什麼坦克都打得動 再來裝備呢 如果敵方有高爆發 碰到我的話呢 你可以買冰袍 像這場敵方爆發也挺高的 可以看得出來呢 我們並沒有買冰袍 而是選擇買成性 增加我們的輸出了你 再來拆塔 這時候遊戲時間呢 才差不多前中期 我們要把握好我們的強勢器 該拿的物件就拿一拿 該拆的塔拆一拆 不然呢如果我們都不做事的話 拖到 差不多中期後期 尤其是大後期 這樣子呢我們就漸漸的打不贏對面了 所以呢趁我們還能做射手 趕緊多做一點 主要是呢我們前面單挑很強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很任性的 過去把敵方逼退 基本上呢單挑是完全不怕的 如果是少打多的話呢 也不一定會輸 主要還是看你操作了 還有呢要看你隊友有沒有過來支援 玩大野呢 必看小地圖喔 你要知道呢旁邊有沒有隊友 你要預判一下隊友會不會過來 當然呢這也是 有時候我們會犯的事物 有時候我們看到地圖旁邊呢有隊友 我覺得假設隊友會過來幫忙 結果並沒有 喔這邊 敵方人旨在太多了 有點尷尬 倒下了一次 復活之後呢這邊找了一個猴子 敲了我一盾 差點喔 敵方盧米亞蠻會玩的 連招連得很好 可惜的是呢我們是蘭鐸 如果我是趙雲呢 是一個沒有位移的英雄 早就被這個盧米亞戒死了 這也是強勢角跟弱勢角的差別 角色的具體差異 蘭鐸對上納克羅斯呢 我們剛說到 外服評價最強大還是蘭鐸 台服呢貌似是納克羅斯跟圖倫 當然呢納克圖倫不管台服外服 都是很高評價的夜王 他們的玩法呢基本上有點不一樣 比如果蘭鐸跟納克的關係 前期我們強很多 當然後期呢納克傷害 夠一套帶走我們的手呢 那就納克比較有優勢 當然呢基本上還是技術對決 這邊呢趕緊來吃個 凱撒 這時候時間呢漸漸的進入後期了 才差不多中後期而已 還沒到大後期 所以呢我們還有許多時間 不用太緊張 打架的部分呢 敵方團戰的黎毛是強一點 有更多的範圍傷害跟控場 不過呢我們有芽芽 如果有芽芽把我一套 然後不要被敵方秒呢 我們還是可以把敵方 足以解決的 就是要創造出 足以把敵方解決的機會 而不能跟敵方硬碰 硬碰的話可能會爆炸 我們來預判一下猴子 喔 有沒有 剛剛已經看到猴子呢在上路了 這邊呢成功收走敵方的猴子 他已經沒招了 再來愛里也解決掉 像我們 這時候有經濟優勢呢 如果可以打贏敵方的時候 我們的技能就要用來位移 用來貼著敵方 畢竟呢我們打得過他 敵方一定會跑 所以我們只要貼著他就好 如果敵方打得過我們呢 或者五開的時候 我們的技能就要用來風箏 基本上啊他的一二三呢 你可以把他想成都是位移就好了 當然他們也有些功能喔 大招呢有空場 可以把敵方推走 或者留人 或者退去隊友呢 而二技能呢 那前面由於他有傷害的關係 所以呢可以用來補傷害 像這個納克 喔他叫悟空 他只要一套馬不到我了喔 那就是他屌尾了 再來 帶走這個法師 愛里 那剛剛極限距離呢 我們位移的話 一定會吃到他的標 那就沒辦法了 這邊過來吃魔神凱撒 四五分鐘 前面呢雖然我們有死掉喔 而且呢隊友前面有掉了下輪頭 不過基本上呢從第一條魔龍開始 到十五分鐘的魔神凱撒 我們隊友呢 過去做控制的動作 控制物件呢非常的重要 有些打野呢就算在S牌 或者高分段的巔峰賽 那也是不控制的 當然呢我們不能夠自己一個人控制的話 就要call隊友 隊友真的不來的話那也沒辦法了 就GG下一場 也不是這麼說了 自己盡力的爭取了 爾蘭多的話呢 可以利用我們前期很強的特性 多做點事情 這邊呢 我跟馬洛斯好像不是很OK 看能不能點一下高底 不行喔 而雅雅呢是路人喔 所以大招我們也配好 如果大招放在敵方的塔下呢 我們再點塔 那是有機會的 這邊呢我們像是在玩火唷 不能夠被敵方控到 控到可能會直接秒殺 不過呢我們也收到一個資訊 就敵方的猴子在盯著我們 小地圖已經看到他了 把他推一推 等或者跑命的時候呢過去勾引他 他一過來就一技能拉開 回去帶走 而這時候呢敵方 應該剛剛在盯著我的蝴蝶 那我們就不要飛回去 你看我們小狼 遊戲滿了喔 很誇張喔 就是頂級打野的續航力 OK 抓到愛里 猴子呢也被傷跑了 好像真的給他跑掉了 不過沒關係 我們先來抓個射手 射手貌似有失血弓喔 而我們還有復活甲 所以呢沒關係 這邊敵方剩下盧蜜亞 盧蜜亞也沒咯 剩下一個藍 那這裡可以遊戲結束了 藍是跑不掉咯 我一個來貼著他 他每大招呢 怎麼跑 最後呢抽一珠寶 遊戲結束 雖然說我們是個前期神角呢 可是看得出 到了後期 只要能夠接近敵方呢 還是有機會秀的 那以上是我們帶來 外服評價最強的打野 蘭鐸 台服看來呢貌似 納克跟圖倫會強一點 你覺得呢 你覺得台服的最強打野是誰 那最後我是尚恩 感謝您收看 我們下期見 拜拜 denen我片尚恩 拜託 臨子 就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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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